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 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净出口促稳提滞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粮食产量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 要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 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形成共处高质量发展合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厉提效 对现行减税降费等措施 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 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 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